一场隆重的祭祀活动 是什么道具要由村里最有威望的老者们亲自去请 一个小伙子携众人去提亲 他又为何迟迟见不到心上人 本是同村邻里 他们为了什么事要争吵不休 又没人制止 本期乡土带您走进军联的团林苗子 小祖乡和银兴村探寻那里发生的有趣故事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乡土 这次我们的乡土设置组走进了四川省宜宾市的军联县 军联位于四川盆地的南端 是一个风景秀丽 物产丰富 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 最近我们的设置组听说 在军联的团林苗乡 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正在筹备当中 据说这场活动可是比军联过年的时候 还要隆重还要热闹 为了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传统民宿活动 我们设置组呢 一进入军联就马不停蹄地前往团林苗乡 可是刚一到那儿就碰到了四位老者要去请述 请树这一仪式在团林苗族乡 是一个非常神圣而又庄重的仪式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的 可是当地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请一棵树呢 为了探究这当中的奥秘 我们的设置组在再三的请求下 才有幸记录下这场简约而不简单的仪式 请树首先就要先学好树 团林苗族乡自然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面广 树种多大几百种 不过能成为被选中的目标 只有山树才有这种资格 这里的苗族人崇敬山树 他高大却不笨重 树干比只有坚挺 正如苗族人坚韧不拔的个性一般 几位长老们经过一番精挑细选 在意见达成一致后 终于选定好了目标 我们商量同意 四人都赞成我们四个长老和老辈长辈都同意这个事情我们就定了 还不能说您一个人同意这个事情 不行不行 为什么 四人为例 因为我们是苗族的这个既视问题一定要透过商量大家同意 还能砍发这棵树 就民主一点 对对对 就是民主一点 咱们山上这种杀树应该很多吧 很多 但是我们那些我们都不要 太大了 抬不起 有的太粗了 太粗了 太不起 那如果有弯一些或者是不太直的也不行 不行不行 苗族人很崇敬自然 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 在众长老和当地政府共同商讨同意下 才会如此隆重的砍下一棵树 我们从山下上来 跑到高山 我们选定树目 所以我们选定你了 我们要砍你这个啥树 让你我们苗叫把花干 起这个作用 就等于说好像是跟这个树交代一下 交代一下 那你们很尊重这个树了 很尊重 相当我们的祖先一样 非常尊重 那这个为什么它叫花干是什么意思 花干啊 花干象征住我们前程就是说我们的祖先 是有在跟皇帝打仗的时候的旗干 所以他倒闭了 他打不赢他死亡了以后 我们为了继承他 你这个花干相似与象征住他那个旗干 存在于我们苗药 这祭祀好像是代表着你们苗族的精神 这精神 祭祀我们的祖先吃油 杨带兴今年六十岁 是四位长老中最年长的 也是这个苗寨里的苗王 身份极为尊贵 像我们苗族的这种精神 各个方面的习室 是从像我这 从我的师父交给我 我把它绣到手了以后 我要把它传给下一代 下一代通过我的每一个环节 集结是环栏架女分散架曲当中 他就修好了 他就叫叔叔倒了 他就把这个方面又再往下传往下传 一直传下去 让我们苗草这个传腾 我看这四位大叔应该都年过五十了吧 六十 六十 六十了 五十几了 这位大叔呢 五十二 五十二 这位大叔也超五十了吧 真是好 哇这四位大叔加在一起两百岁了 看一个三米四米多高的一棵树就要扛下山去 哇你们太厉害了 啊我们属于在山上的人就爬坡上的都有精神的 而且我们那个长老那个气息啊特别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嗓门很高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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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树被抬下山后经过一番装饰变成了另一个模样 也有了新的名字叫花干 祭花干是苗族人在庆祝五谷丰登或人丁兴旺的时候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 在苗族人的心里高高的花干连接着天与地 他们的幸福都是由花干传送给苗族百姓的 此时苗王杨戴兴身着苗寨长老的盛装出席 其他人也会精心打扮自己穿上最隆重的服饰来到现场 这几位妇女所穿的都是苗族最传统的服饰 上面的花纹及色彩都是依靠苗族的传统工艺蜡染和刺绣完成 据说要做这样一身衣服不但价格不菲 而且还要近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如今苗家人的这项技艺已经被列为军联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继续传承了下来 在这场祭祀活动中最难的一件事就属蜜花干了 七八米长的花干插入十吨的圆孔后必须要一次力成 否则将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 同时立花干的人必须是男性 这意味着花干的阳刚之气 在我们看来这更需要的是默契的配合 成功与否只在一瞬间 中间稍有失误 整个祭花干都会被宣告失败 这也使得周团观看的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今天团林苗族乡这场祭花干仪式有着很强的目的性 据说他们只为了求一样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全乡人如此兴师动众呢 我们还听说这样东西不仅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还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苗乡人通过这样的方式 祈求祖先吃油保佑他们这一年可以风调雨顺 祈求他们心中最在意的茶园会有好的收成 没错村民们求的就是茶叶 当地人称他们的茶叶为军莲红茶 也叫他川红 在这一刻苗王杨戴兴说着苗族图语 讲着只有长老才会说的祭祀语 为全苗寨的茶奴们祈福着 军莲与茶的情缘由来已久 早在明代时当地就开始生产剪刀粗茶 至此开创了五百多年的军莲茶叶历史 1959年军莲县曾试制出了色泽金黄 芽叶云整的红茶黄金白露 作为敬献毛主席的礼品 1985年军莲红茶在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上 首次获得金奖 川红与安徽齐红云南滇红 并称为中国三大高香功夫红茶之一 可以说川红不仅是团林苗族乡人的骄傲 更是军莲人的骄傲 在苗寨人的心中 他们与茶的情分不仅是生计来源那么简单 几乎所有寨子里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茶 刚忙完了计划干 苗王杨戴兴又赶忙帮着一个苗族小伙子上门说亲来了 苗家人进门要喝三大碗茶 这既是表明主人家的热情好客 也蕴含着拜访者的敬意 虽说苗王身份尊贵 但这家主人可是丝毫没有要客气的意思 到了今天的主角 这位来提亲的苗族小伙子 女方家的大姐们自然更不会手软 一碗碗军莲红茶 如同酒一般可以醉人 而想要进入女方家的门 小伙子也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量 在整个说亲的过程中 我们始终没有见到小伙子心仪的那位姑娘 听说姑娘正按照寨子里的习俗 躲在房间里焦急的等待 祈求着家里的长辈们能够同意这门婚事 而我们这位腼腆的小伙子 此时只能依靠他请来的这位最尊贵的说亲人 苗王了 当个美人在我们苗族这方 一个要婚事 二人也过来 要懂苗族的理解 当女方 如果你不懂女方 那曾姨老伯说了 你倒不上 那就不成了 有没有说不成 有有 说不成了 说不成了 由于双方在收起矛盾了以后 我们曾姨老伯就下桌子了 就不好说了 那就不成功了 有有有 怎么算是成功 我看你们还让我转着桌子 转桌子的时候 由于女方对我们南方说的话听得很有意思 很澄清 那么我们要她说那个词语来 让我们转一转桌子来 就表示我们两条段来同意这件事情了 这个时候 茶再一次成为谈判的重要工具 每聊几句 女方长辈都要敬茶 看似好客 怕客人渴了 可在我们看来 却是在用这一碗碗茶来考验南方家人的品格和诚意 在我们苗寨 不管这什么事情那种 都离不开茶来交情 比如我们晚了 教律 这个婚姓家去 都离不开茶来交易 所以后来 我们就把茶大片大片之间发展起来了 在苗寨 军联红茶无时无刻都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无论是盛大的祭祀活动 还是加油喜事丧事 无论是劳作 还是谈情说礼 茶无一例外的会成为人们家庭中重要的一个成员 有时 苗寨人对穿红更多的是一份情感 一份依赖 而对于军联的汉作人来说 这份情感有时会更强烈 因为这穿红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地位和荣耀 在军联县徐斯镇的银兴村 一阵阵的争吵声 打破了这个小村庄的寂静 原来这四位大哥正在向专家们 极力推荐着自家做的穿红功夫茶 这在当地被叫做豆茶 豆茶的一开始并不是直接由专家来评定 而是各自都要说出自家茶的好处 首先在气势上就要压倒对方 你们的小门太大了 我看你们吵了半天 这吵出结果来 没有没有没有 没吵出结果吧 他说你吵我吵 没吵出结果 你说好什么好 我的好啥 大哥 您的气息最足 您这个茶是怎么个好法 你跟我说的 我的好 有前夕 有功夫 去口关也好 他们也好吃嘛 他们是倒意思 他们是倒意思吃的 我无人的意思的 全部点点做的 他们都不行 你的茶怎么样 你看看我这个茶也 你不管它调形怎么样 都是完整的 然后它的香味就比它的好得多 这两个茶确实是不一样 虽然都是红茶的香味 还有它的一个形状 都是不太一样的 我看看这两位大哥 你看我的 我这个是 这个嗓门更高 传选也做的 那么完整的 像美貌一样 好似在家 选我的家 不然和的一样 我都肯定我的好点啥 这个品种很稀少 为什么呀 因为当时我传选 一种原始的一种生态茶 一种模式 哦生态茶 对 所以看到 它除了像美貌一样 它还有什么优势 它有脂肪上的口感 玄和度都比较可以 这个茶 拿一包心里比较强 玄和度是什么 就是玄和度 就爬到杯子里面 它是离起来的 那大哥 我得问一个问题啊 是不是你们这个 种茶的茶萌 这些大哥嗓门 都是这么大吗 我说茶萌 这种品种 我咋个那么大 这种东西 没啥 不哭我了 你啥 这个是 对吗 我最后看看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好的颜色 我这个是小叶茶做的 小叶茶做的 我小叶茶做的 而且从这个茶做上说来 第一线条比较细 均匀 第二颜色是金黄色的 第三大来 还非常可口 可口 这个茶叶茶确实不错的 那个带黄 就黄的一样的 哎呀 真的不错 但是它的口感不一定好 口感不一定很好 苗寨里有苗王 茶园里也有茶王 每一年 能够在豆茶会上 夺冠的茶农 都会被尊称为茶王 这是极其荣耀的称号 这四位大哥 都是银兴村里 顶尖的制茶高手 每一年的茶王 都是在他们当中产生 上等的川红功夫茶 讲究的是外形肥状远景 颜色成金黄色 香气清鲜 带有果香 滋味醇厚鲜爽 汤色浓量 要达到这样苛刻的条件 需要制茶人 纯熟的手法 和高超的技艺 在军联县乌蒙韵茶厂 也就是川红顾礼的 银兴公社原职礼 我们看到了 新中国第一代制茶师傅 为我们展示 川红功夫茶的制作工艺 红茶是在绿茶的基础上 经发酵创制而成的 红茶味干 有生热暖味的功效 因此也被认为 是最让人觉得温暖的茶 做工考究的川红功夫茶 需要十几道工序 才能拿出来售卖 有时 茶董们也舍不得 喝这样辛苦 做出来的上等川红茶 他们更多的是 希望在豆茶夺冠后 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这个豆茶对咱们茶董来说 是特别有关尊严的一件事情 对吗 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咱们也保证 这个公平公正 然后我呢 给大家出个主意 就说这号码我们编好了 请四位大哥呢 然后移驾到这边 然后我们也让专家移驾到一边 然后我们来冲这个茶 您去看行不行 要得吗 我都了 我都在水等着的 我都在炒饭弄出了 温水好 温水好 我也好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的编导和三位工作人员 每人各代表其中一位茶农 事先四位比拼的选手和专家 谁也不知道 我们手中的茶到底是谁的 争论如此激烈的豆茶比试 到底谁会是今年的茶王呢 我说就是这杯茶 我下来的 哎呀 我说两个抢的 我说我问得到 我说有特殊想问 我说跟着这杯 哎呀 我说我 我问一下的 我是第二号 这杯是 哪个人 我说我哪个人 我说人家都要跟什么 我想起 我哭过来 不是 你们好厉害呀 就是 拿着这个就知道哪个是您的 我鼻子是干一个抢的 你觉得这个是像您的哈 这个不是我 这个是哪个的 这个是哪个的 这么厉害 返回比赛现场 几位大哥也忍不住 想要尝尝其他人的茶 同时也想喝出 哪杯茶是自己的 看来这个茶也不是这么好品的 还是有难度的 这边平常也有几杯公子 鼻子要稳 我口的这边摔着也要拼着 哦 两位老师同意意见了吗 哦 同意了 同意了 你同意了吗 哦 这杯 这个口感要出入锅的 哦 这个第三杯口感要好一点 就是这位小姑娘的这个茶 哎呀 不是嘛 不是啥 我这个什么叫啥 你咋了 你同意吗 现在呢 我们会按照我们刚才选定的好的号码 站在各位大哥的身后 看看咱们第三杯茶 到底是谁的 好不好 现在一开始把这个悬念揭晓了啊 咱们开始吧 开始了 让那个专家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它这第三杯这个口感最好啊 它这杯香气 也好另外一个口感浓郁啊 另外 好香啊 有种花香的味道 南花香 比这三杯有一个特色 那那香香 估计就是说大概大家要加八千万元左右 八千万元 哦 八千万元不算高啊 现在都不叫 那么 因为菜也好 刚好的时间 一旦只有一季 那么春着季 这这位大哥服不服啊 哎 今天这个 今年银行村的豆茶就在这样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 但我们与茶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茶在天地中生长 在经过水与火的历练后与我们相遇 有人说军连人与川红的情缘就像那浓浓的茶汤一般浑厚 川红因军连人辛勤劳作得以延续至今 而军连人又因川红而感受到骄傲与幸福 在军连茶农的生活中 许多礼仪和习俗都和茶有着很大的关系 军连川红早已成为茶农们衣食住行以外的第五个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 而茶农们对川红的依赖和敬仰之情 也随着茶记忆的传承代代的相传下去 那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军连 去感受当地人对家乡美食的独特情感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户五师同堂的幸福大家庭 为何他们会在寿宴上互相接短 逼着亲人加礼金 寿宴上又为何所有菜肴都是苦的呢 一个修自行车的小伙 因为妻子的一具爱吃改行成了厨子 并成为了当地传统美食的传承人之一 精彩故事 敬请收看下期乡土 乡土走进军连之军连人家